我孩子头 讲 四字美 双胜腐败 大家好我是大树 今天咱们又来聊 零件移植惊悚大案 那前几天我给大家看了 这个废弃医院这个视频 正常的人看完之后都觉得不可思议 都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开在社区的医院 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配置 但是真的还有大陆的人质问我 觉得这种事情不可能存在 反正是我的话 我尽可能的会相信 因为在这种事情上 多个心眼总比缺心眼好 而且我们讲的东西是 有逻辑 有分析 有证据 有所有的事实在这里 那今天呢 我们再来红社会的常规恐怖片 那我看哪个缺心眼的 再来质问我真假 那顺便呢 我也给大家解释一下 红鬼子的活体零件移植法案的 请大家睁大双眼 看看这个社会到底有多么的危险 红社会呢 有一个15岁的小孩 在这个2022年这个端午节期间就失踪了 四个月后呢 在河里找到 可是四肢和脑袋瓜子 全部都不见了 吓人嘛 就只剩下虚干 这个地方 那孩儿他母亲呢 就说 孩子呢 是在陕西的新华电脑软件学校读书 但是 学校在未经家长的同意 也没有通知家长 就把孩儿给转到了 郊区外的这个校区里 还放了几天假 也都没有通知家长 那孩儿出事之后呢 家长就去找学校理论 想看看这个闭录电视 到底这个孩儿去了哪里 在哪里失踪呢 但是没想到的事情竟然发生了 我的孩子失踪之后就找不到 学校不帮我们寻找 还蛮很无理 学校不让我们进 校内的监控也不让我们看 而且增加了保安 还准备要打我们 大家听听 这个是受害者母亲的原话 摩校把未成年孩子转移 都没有告知人家父母 你有啥资格不配合人去找孩子 你还有脸增加人手 去打人家父母 在正常的国度里 你这个学校就贪大折了 但是在魔幻的国度里 贪大折的是人家父母 而且呢我就在想 这样的垃圾学校 竟然他不倒闭 还有学生家长陆续的往里面送 咱就知道这个红社会的人 都非常的奇怪 他之所以倒了八辈子血酶 这个和他的 这里是有关系的 如果是我孩子 我要知道学校当天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当下就把孩子带走 这不是一般的危险 这个母亲呢 后来呢就哭得失心裂肺 她想知道一个真相 为什么孩儿就只剩下躯壳了 我到现在都不明白我孩子 到底真正的原因 我想搞明白 给我自己一个交代 给我孩子一个交代 后来呢 警方就公布了细节 也进行了鉴定啊 最终结果不但令人寒心 而且还牵扯到 割铃剑的问题 首先呢 这个四肢和这个脑袋瓜子啊 法医给出的解释是因为高辅 所以说这些东西自然脱落了 就是没有切割的痕迹 我们就不说啊 这个四肢啊 容易脱落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法医鉴定里呢 有个最诡异的地方 而且呢 也是所有事件的最争议的地方 那就是他的两个腰子啊 不见了 这个就更加不可思议了 一边一个腰子啊 你要想把两个腰子同时拿走啊 你得一边烂两个洞 对不对 而且什么东西爱吃腰子 啊 红鬼子嘛 我就想知道啊 所有的零件都在 但是唯独这两个腰子 是高辅不见的啊 这个很诡异 很不科学 很不符合常理对吗 所以大家自己想啊 这两个腰子 他去哪里了 为什么这个四肢 和这个脑袋瓜子 全不见了 我要是作为一个陕西的市民啊 我在这个城市里 我看到警方给我这样的报告 我跟大家讲 我都不敢出去 太可怕了 因为这个人他还在 这个组织他还在 你警方根本就没有去抓这群人 你给出的解释 根本就不合理 面对这个事情呢 孩子的家长也是无奈啊 想尽了无数的办法 想去维权 但是咱也知道 红社会就是 哪两块 你去哪去啊 上西天的是你们家孩子啊 不是他们家孩子 所以他根本就不在乎 所以呢 孩儿他老爸呢 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因为这个孩儿老爸呢 是一个退伍老兵啊 他天真的以为 军人的身份 可以给他天才 就能给自己维权 讨回公道 他甚至呢 还给政府啊 尽了个礼啊 希望这个红鬼子啊 念在旧的情分上 能给他一个公道 然而 他却不知道 红鬼子的一切 都是可以用来牺牲的 他不知道呢 领导 要是给他找回了公道 那就意味着 这做实了 红鬼子的黑色产业链 就做实了这些事情 是在红鬼子的眼皮底下 纵容 不作为 甚至是参与 这样的一个结果 才发生的这么一个悲剧 但是呢 你越是这个样子 在红鬼子那里相反 他们却越不尊重你 因为他们是动物世界 丛林法者 所以呢 他老爸非常的无奈啊 就面对这些事情 他真的 其实也是无能为力啊 真的什么都做不了 所以呢 他老爸呢 就pose了自己年轻时 穿军装的这个照片啊 和他孩子是 曾经三好学生的讲状 而且呢 还晒了下儿子啊 练闪打的这个视频 最后他说 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33年前的此年 此月此日 是我戴上大红花 保家卫国 离开了家乡 现在的今年此刻 苍老的老爸老妈 无能为力的 在等待着你的真相 那看到这些内容呢 我的心中啊 真的是五股杂粮啊 非常不是滋味啊 这些图片故事啊 非常撞击人的心灵啊 特别冲突 特别细语 一个军人 我们且不说保家卫国 我们也不说保护自己的家人 就说保护你军人的形象 与尊严 在这个国度都不给你 其次 一个小孩从小到大 苦也吃了 罪也糟了 结果换回的却是一个 躯壳 我真的不敢想象 他来人世间的这一生 到底算什么 而魔校里的校长 再到他的打手 再到魔警魔衣这群人 他们的良心去哪了 他们这样吵吵结案 到底是怕引起社会的动荡呢 还是怕丢了乌纱帽 还是怕被报复 我真的想知道 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 在守护这样的罪恶 可能就是因为这是中邪的表现 而且呢 孩子的父亲呢 也有点让我不理解啊 他觉得这是学校的疏忽导致的 因为他们的管理和安全监督缺失 可是孩儿的两个腰子去哪了 这个已经不仅仅是 学校单方面的问题了 他里面太多疑点 太多说不过去的地方了 他牵扯的是整个的这个社会 还有这个国度 所有人都和这件事息息相关 因为我说了 警察对这样的事件 是吵吵结案 如果这里面存在很多疑点 那么这个兴手就一直在这里存在着 没有人去抓他 这个还不是大问题吗 我告诉大家 今天呢 各位看到这个视频 我也没什么想和大家分享的 我只是想说 在红鬼子的法律层面上 戈铃剑是可以装控制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491号法案 第九条就明确的指出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摘取 未满18周岁公民的活体零件用于移植 那么言外之意 18岁以上的还是可以摘的 我们再看第十条 活体零件的接受人 限于活体零件捐献人的配偶 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 这里的限于不是仅限于 也就是说呢 可以从别的活体上割零件 也就是说呢 这群法案给了这群人很大的市场和空间 所以啊 别老不相信外面人说的话 红社会呢 不是人的社会 有时候啊 你我碰到中邪的小粉红 骂两句啊 这是幸运的 最恐怖的是 你要碰到真正的魔鬼 转身的这些红鬼子 他来娶你的小命的时候 你真的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实际上呢 无数个案件呢 都已经证明了 这些鬼东西完全没有人性 这些邪恶正在我们所有人的眼皮底下发生 我现在呢 都不在奢求 咱们中国人能清醒了 我说过啊 他们根本就没有睡过 只是因为他们中邪了 正常思维被隔断了 所以他们粉红的那种状态啊 就跟那鬼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现在呢 就只求世界人能看清楚 人和鬼的区别 多点人间正气 如果连人间正气都没了 墙里墙外 那不就是一个德行了吗 好了 我是达树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就一定不要忘了订阅点赞转发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 见